Hello 大家好 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这期影片呢 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的2016年最爱 专柜版彩妆的年度大赏 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特别快 我觉得去年这个时候 我应该也就是 我才开频道一个月多吧 而且我觉得 我在拍这个 就是去年在拍这个系列的视频 就像是昨天的事一样 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 那今年呢 我依旧也挑选出了一些 我这一整年 或者是自从我买了以后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些彩妆品 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真的是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用的彩妆品 所以我怕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会说很多废话 因为就是你知道 大家知道就是遇到 遇到自己喜爱的东西的时候 真的就是会停不下来 所以我就已经做好了笔记 就在这里我都已经写好了 每一个产品 我都需要说什么 然后以防我到时候 不知道该说什么卡壳 或者是我又 就这个东西 我这是太喜欢了 所以说我说太多了 然后浪费大家时间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就点去看下去吧 那今年呢 我依旧是跟去年一样 就是并不是每一个步骤 都有我特别特别喜爱的彩妆品 因为这个是分开的嘛 就是有专柜版的 然后我之后会做开价版的 就是今年比如说 我在梅布产品上 我并没有发现什么 我很喜欢用的专柜版的产品 那我用的一直都是开价版的 所以说在就是专柜版 就是在专柜版的这个年度大赏里 我就不会提到梅布产品 可能我今年会提到几款产品 我去年也提到过了 就是也是我去年 就是最爱的彩妆品里边有的东西 我觉得不一定非要是我今年喜欢的 一定是去年我没有提到过的 这样我觉得就有点太假了 因为你喜欢一个东西 不可能去年喜欢 今年就不喜欢了 所以说我还是会提到一些 我去年也是非常喜欢的 当然我今年提到 去年没有提到 并不是说我没有两年都提到这个喜欢 就是可能是我今年刚刚买它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它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那我写到的第一款产品呢 是江源道的这个 Aqua Foundation 然后我的色号是 012 这款粉底液是自从我买了以后 就成为了我最爱最爱的粉底液 那它这个就是它的finish呢 就是属于那种半雾面 然后半光泽感那种 那种妆面 但是它就是它不会让你有过度的那种光泽感 然后也不会让你看上去一点光泽感都没有的那种 妆感 然后它的流动性特别特别的强 就流动性特别强 然后保湿度也有 而且它还很控油 所以说对于一个我觉得混合干性的皮肤和混合油性的皮肤 甚至油皮都是可以用 干皮我不太清楚啊 但我觉得油皮用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夏天也有一直在用它 我觉得夏天它对于 因为我是混油 混合性偏油的皮肤 夏天我用它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它不会浮粉 然后也不会脱妆 就是而且是出油了以后 也会特别特别的美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平时是不戴隐形眼镜的 我是戴那个框镜的 所以说用这 就是我有时候比如说戴框镜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如果我上了底妆 那有可能在我这个就是眼镜的中间这个地方 可能就会有浮粉的现象 但是用这款粉底也就完全不会有这种现象 然后呢它的遮盖力度应该是 我觉得是中等吧 就是它遮盖力度并没有很强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就是你脸上那些瑕疵已经遮得七七八八了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痘印呀或者是痘痘 是要专门的遮瑕膏来处理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款粉底液已经非常非常足够了 然后来看我在本子上是怎么写它的 流动性很强这个我说过了 中等遮瑕度已经够用能遮盖的七七八八这个我也已经说了 很清透水润能打造一个自然裸机的效果 是一个素颜神器 多层叠加也可以增加遮瑕度 用效果很不错而且不会暗沉持久度很好 什么皮都能用总之就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粉底液 而且是我目前的最爱 然后接下来呢我接下来写的是Hourglass的妆前打底 然后它是长这个样子 它是一款无油的妆前打底 那也就是说它是那种比较适合偏油一点的肌肤来使用 那它的就是对我来讲它的质地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水 然后流动性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而且它就是属于那种带有一些珠光的感觉 可以提亮你的肤色 而且它的控油效果真的是超级超级棒 我一会儿还会提到一个定妆粉饼 就是它和那个定妆粉饼结合起来用的话 夏天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一点 就是你就是一整天那个妆都会持久持久一整天 不管你用什么粉底液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很神奇的一点 我在没用它以前 我就是用过很多家的妆前打底啊 就是这一类的 我都觉得一妆前打底 其实控油效果也就是有控油效果 但它没有那么强 然后呢有一些是有那种抚平毛孔的作用 然后有一些就是提亮啊怎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也没有很重要 但是真的是遇到它以后就买了它以后 突然就有一种感觉 妆前打底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也是很好用的这样一个感觉 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讲那个定妆粉饼 这个定妆粉饼我觉得 有follow我的这个频道一段时间的人 应该都知道 就是从夏天如果开始follow我的话 应该都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一款了吧 就是NARS的这个定妆粉饼 然后可以看它里面我已经用成这样了 我已经买了一个就是新的 我打算把这个再用一用 然后就把它扔掉了 然后这个呢就是 就是这款粉饼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棒 就是它呢怎么说 就是它是那种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是这种 珠光的这种感觉 上在手上是白色 但是你把它涂在脸上以后 其实它是没太有什么颜色 有稍稍一点点提亮 然后这个粉呢 它就是特别特别的细 你上到脸上以后 你整个妆都感觉高级了 然后你的毛孔它有那种 就是有那种 因为它有微闪嘛 然后就是用光线那种什么折射原理 就会让你的脸上的毛孔看上去 就像没有一样 而且它还有一点点心机 就是因为它带有一点点的闪 但是又不会 就不会让肉眼看到它 它是带闪的 但是就是还是那种光线折射的问题 就是让你的脸看上去 很有光泽感 然后再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它超控油 超级超级控油 我之前有 我在斯富兰八折购物分享里面 有说过那个 季凡系的那个四公格的散粉 那个就是我闺蜜推荐给我 然后她说那个真的是超级超级控油 确实听到 因为它是超级大油皮 它比我还油 我觉得它要说季凡系比较好用 那我就去买季凡系的用一下 但是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真的是比不过NARS这一款 NARS这一款真是太棒了 就是它又控油 它上脸那种妆效又还很漂亮 所以就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 就是取粉不太好取 然后用的会比较快 比较容易见到铁皮 但是见铁皮有一些人就是又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说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 就是用的比较快是因人而异的 然后接下来呢是修容 修容呢今年我有两款要说 一款是我去年提到的就是这个KA的这个修容书 那里面就是长这样 这是我去年斯福兰八折的时候购入的 里面就是有两块修容 然后两块高光 然后还有四个眼影 这四个眼影我连摸都没有摸过 就是都没有用过 所以我不评价这四个眼影 我只说这四个修容 然后再另一款呢就是这个Tom Ford这个修容膏 我先说这个KA的这款吧 这款因为我去年说过了 首先呢它性价比超级超级的高 就是一块它这个一块的这个修容粉是正装嘛 然后正装大概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四五四十多美金 还是五十多美金 反正就是四五十美金这个样子 但是这小红就是这个修容书 一整个才六十五美金 然后它里面包含着有两块正装修容 就是一块修容膏 一块修容粉 然后一个高光的高 一个高光粉 就光这四块就已经完完全全直了 然后里面还带了四个眼影 就是你如果出去旅游 你带这一盘就很好了 就是很适合旅行的一盘 然后平常也可以用 而且呢它的这个修容粉 就是很有名的那个 就是他们家那个中号的那个修容粉 就是不发灰不发红 是那种很正的那种阴影色 它这个高光呢 我觉得我最喜欢 今年我之所以选它 是因为这个修容粉和修容膏 就是这个高光粉和高光膏 我不是很喜欢用 所以我据总体我就说这两个 然后它这个修容粉呢 我觉得都不用说了 就是打阴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自然 特别是用粉状的做 就是脸侧部的这个修容 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自然 显得脸整个脸就是 一下就缩小了一块 然后呢修容膏 我现在是拿修容膏做鼻影这一块 我觉得拿修容膏做鼻影 比拿修容粉做鼻影要自然的多 超级超级自然 而且它持妆效果也比较好 因为有一次我是偶然之间 用修容膏做的那个就是鼻影 我就觉得我一整天下来以后 我的那个鼻子就是 就是真的看上去很挺 而且刚做完了以后 就是就画上去以后 我就觉得跟你的底妆 因为膏状更容易跟你的底妆混合 就是融合在一起嘛 它跟你的底妆融合在一起以后 就是真的是真是就是完完全全一点 就靠近你很靠你很近的时候 都看不出你好像是打过鼻影的 就是像是像是你鼻子 原本就是那样的挺 那我今年呢依旧还是很喜欢它 然后也很经常用 所以今年它还是我这个 就是彩妆大赏里的一员 接下来呢是另一款修容修容产品 那它是来自汤佛尔家的这个修容膏 我觉得汤佛尔家的这个包装 真的是应该算是我心中的前五名了 那它就是就是它每一个产品外面 都会带这样一个绒布 我这个绒布到现在都没有扔 然后打开来呢 那里面就是这个质地 这个质就是质感 你可以看它这个外包装 这个盒子 就是又大气又高贵那种感觉 然后呢是这种有一点带一点点镜面的 然后这个是就是开关是这种 带有吸铁石的 然后呢打开这个镜子也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里面就是长这样 其实这个它这个产品真的是就从外观上看上去 没有试它产品呢 就是从外包装看上去真的是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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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那我买它呢已经有怎么样说怎么说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吧 而且那我一开始也是被一个YouTuber中的操 视频有一次视频里他有用到这个产品 然后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说哎这个产品就是是那种 也很适合产品就是这个色它有两个色号我记得 有一个01和02 对这个是我买的是01 它当时就说02对于一些 01比较适合稍微白一点的亚洲人 然后他觉得亚洲人用这个颜色也很 也很那个自然 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跟着了膜一样 我就赶紧去买了 你知道这个修容 其实它不便宜 就是特别是作为学生党来讲 它真的不便宜 当时买这东西真的很冲动 买回来以后我直接都傻眼了 它里面就是长这样 上面是一个高光的膏 然后下面是一个修容膏 我拿到手以后我觉得 这个颜色根本不适合上 就是做那个修容 我觉得它像是一个bronzer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上在手上 我当时用手摸了一下 我觉得上在手上真的是 有一点红 甚至有一点橘那个颜色 我就觉得这个不像是一个修容产品 它像是一个就那种 就是外国人都喜欢那种晒黑了那种感觉嘛 然后他们就会用一个叫bronzer的东西 然后去像古铜 就那种古铜色 然后把脸的周围打上那个颜色 就像是晒过的那个感觉 小麦肤色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产品 应该是属于那种bronzer 但是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 我就没有来得及回去退 当我想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产品就一直在我手里 这样就是放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我真正开始用这个产品 是大概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我才开始用的 我当时我也记不住是什么原因了 让我用了它一次 我当时只是开始用这个修容膏 高光膏我也是用手摸了一下 我觉得根本就不怎么上色 这个高光膏也不好用 我当时就觉得整个这个产品就是个雷 直到我用到它 把它用到脸上那一次 我才发现它真的上脸很自然 它只是在手上试色会有一点发红 但是当它就是你把它涂到脸上的时候 我觉得它真的是属于那种蛮自然的修容 就是不是那种发挥的那种阴影色 但是就是一种特别特别好看的那种 那种修容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它不适合做鼻影 所以说大家还是拿它做一些侧脸的一个修容 我觉得还比较合适 鼻影还是算了 然后我再就是说它的这个高光 就是它这个高光当时我也是用手摸上去 就是用手摸上去 我就觉得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那种感觉 就我在中指上试了一下 其实基本上也都看不出来 我当时用手试了一下 我就觉得一支什么呀 高光膏是这样子的吗 就是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前一阶段呢 我不是用这个修容膏 我觉得用的还不错嘛 我就在想那会不会还是 就是我只是用手势 我觉得它的高光不好 但是上脸以后可能说不定还不错呢 我就用了一次 直接就爱上了 真的是直接就爱上了 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被我遗弃了太久了 我觉得这个经验真的是告诉我们 当你拿到手 就是你买到手一样东西 你一定不要拼 就是看 就是你靠你的眼睛 看这个产品 或者是你在手上试色 你就觉得这产品你不喜欢 或者就不想用它 一定要在脸上试过了以后 就是不管是眼睛 还是脸上试过了以后 你再下论断 是否喜欢它 真的是 这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我觉得如果我刚刚买到它 我就把它用到脸上了 可能我就是 可能我现在已经回购第二个了 就是它的高光 就是属于那种超级超级自然 然后我今天的这个鼻影 就是用就是这个鼻子的这个高光 就是用了它的这个高光 就是这个高光跟粉状高光不一样 就是它粉状高光 你稍稍一用不好 就会显得整个脸比较浮肿 特别是脸颊这块 你稍稍用不好 就会显得浮肿 然后呢 就是这个鼻梁这块 就是感觉好像是 一根像一根灯 灯管那个感觉 但是用这个就一点都不会有那个感觉 那我写的这个Tom Paul 你可以看到 我对他有多爱 我写了快一页纸 就是我对 我对这个修容 是这样写的 Tom Paul修容高 高体诺软好曲色 而且很好 晕染快 晕染开 不会有结块的现象 看上去颜色有点红 但上脸以后却很自然 不容易化成包青天 亲手友好 那而且很持久 因为是膏状的嘛 高光部分是大亮点 原本我不怎么喜欢 喜欢和习惯用膏状的高光 自从有一次尝试后 简直停不下来 太自然太自然 光泽感太好看太好看 通常粉状高光用不好 会让整张脸显得更大 但是这个就不会 用完以后真的会爱上自己的脸 好吧 贵有贵的道理 然后再接下来呢 是一个美妆工具 是这个Beauty Blender 这个是已经沾水以后 它长大的样子 没用过的就是这么小 就是没沾湿的就是这么小 它能膨胀的这么大 然后它比较有那个Q弹的那个感觉 它的缺点我觉得 我先说它的缺点吧 它缺点就是比较容易掉色 就是你洗的时候它会掉色 然后价位上呢 比别的美妆蛋要贵一些 我觉得这是它的缺点 那它的优点真的是 上妆会让整个妆容变得很服贴 就是你以前比如说 很不好驾驭的一些粉底 或者甚至是遮瑕膏 还有我有时候会拿它上那个定妆 我觉得拿它来做那个 最后那个压一下的那个动作 会让整个妆容看上去很漂亮 就是很服贴 我觉得它就是 而且它不吃粉 它不像很多Beauty Blender会吃粉 那我在本子上是这样写的 之前我在多的视频里提到会说 谁谁谁家的美妆蛋很好用 跟Beauty Blender一样好用 甚至比Beauty Blender还要好用 在这里我要收回我说过的话 Beauty Blender在我心中是无法超越的 它之前 我之前那么说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好好的长时间使用Beauty Blender 导致我对它有一定的误解 在这里我要向我的Beauty Blender道歉 别的美妆蛋都是比不过你的 你在我心 你是我心目中的挚爱 用它上妆会让妆感看上去很自然不厚重 而且它不会吸收粉底 所以比较节省粉底的用量 而且我发现上完底妆以后用它压一下 就是上完定妆以后用它压一下 会更加会让整个妆容更加的服贴 更加超级服贴 那接下来呢是一支眼线笔 是兰扣家这支眼线笔 这个眼线笔我不太清楚 我是不是去年有提到过 就是去年的这个系列视频里面是不是有提到过它 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去年买的 我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它了 它就是属于这种 它是要削的这种笔 我觉得这是它的缺点 就是我不太喜欢 就是需要用转笔刀削的 比较不方便 它就是是这种很黑很黑的这个颜色 然后呢它上到手上以后 大家看一下 超级好上色 我轻轻的画了一笔 然后上色以后呢 它一点都不会晕装 然后我是那种眼部出油出的不是很厉害的那种人 所以我不太清楚 是不是眼睛出油很厉害的人用它会晕装 但是在我的眼睛上 我画内眼线 画外眼线 用它一整天下来 我的下眼睛是不会有任何的眼线的那种 就是那种感那个 就晕下来的那个颜色的 我现在画到手上 你看一下 我用手这样摸 它一点都没有晕 而且它甚至连颜色都没有掉 就是它的持久度真的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我在本子上是这样写的 超好上色不会晕 持久度超级好 黑黑的话 在上眼皮 眨眼睛 流眼泪都不会晕 但是如果是哭得很厉害 就是那种T4横流的那种 那可能就会晕咯 缺点就是需要消 用的太快 太黑的时候 太黑的时候会显得不自然 对 这就是我对它的评价 接下来呢 就是眼影的部分 眼影盘呢 今年我有两个 就是 如果让我选的话 只让我选一个 我是选不出来的 因为我的眼影 真的是 我都很喜欢 然后呢 今年用的比较多的 而且我比较喜欢的 我选出两盘眼影盘 那就是 一个是 Urban Decay家的 这个Naked Palette 3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Lorac Palette 这个 Lorac Pro Palette 3 然后这个 这个Lorac Pro Palette 这个呢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试色 其实我买它 没有很长时间 可能我就买了几个月 这个样子 那我之前有做一个试色 我会把试色 那个链接放到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 那它里面呢 我先说这个Lorac这个 它里面就是 就是这种白色的盘子 就是指壳这种盘子 上面带一个大的镜子 然后里面一共是有 四排颜色 有两排是雾面 上两排是雾面的 下两排是珠光的 然后呢 就是 我就不具体跟大家 就是讲这个盘子 怎么怎么样了 因为我在那个 试色的里面 我有非常非常详细的 在讲这个盘子 然后这个盘子 它的缺点就是 比较容易脏 因为它是白色的 而且它是指壳之地的 所以说 你的眼影如果是 稍稍掉出来一点 或者是就是 小心画出来一点 那这个盘子 就会显得比较脏 这个眼影盘的颜色 都是偏暖掉一点的 就是偏橙掉一点 然后有这种 什么橘色呀 然后有那个 这种 咔色呀 就是这种橘色 咔色系的 偏多 所以说它是属于那种 就是比较元气一点的 那种眼影盘 但是它的颜色就是 你既可以 因为颜色的跨度 其实虽然都是 这一个色系 暖色系的 但是它跨度还是蛮大 从浅色到深色都有 所以说什么样的眼妆 它都是能画出来的 而且它的显色度和粉质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稍稍有一点非粉 我觉得非粉 其实对于欧美眼影来讲 这是一个家常便饭 所以说对我来讲 是我觉得我是不介意的 然后再接下来呢 这款眼影就是 Urban Decay Naked Palette 3 然后这个眼影盘 我觉得我真的是说 我应该会是 我应该是说了不少次了 而且这个眼影盘 真的是名气超大的 我觉得我都不需要多说 就是属于那种粉棕色 就是粉棕色系这种眼影盘 然后以前我记得 好多人都把它管 管它叫展览盘 就是出去约会呀什么的 用这个眼影盘画 然后就会觉得 很温柔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眼影盘 也是那种很日常 就是日常也是 能画的那种眼影盘 然后平常如果你想 画一个什么特定妆容 它也是能画出来的眼影盘 而我觉得这两款眼影盘 就是属于属于那种 就是我平常也可以用 然后我出去约会也可以用 然后出去玩 什么逛街呀什么的 都可以用 就是任何时间 都可以用的两盘眼影盘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唇装 那唇装呢我今年是有两款 两款要说 一款是这个 Georgia Armani的这个黑管501号 一个是这个Dior家的这个唇膏 变色唇膏色号是004号 那第二的这个呢 它就是我觉得它是比较 我个人觉得它是比较润的 就是因为我的嘴唇不是很干的 就是所以我觉得 我不需要一款特别特别润的 我觉得这个润度对我 这个润度已经对我来说 已经足够了 我呢平常 我现在平常就是 每天都把它戴在包里 然后它是因为是变色唇膏嘛 然后它涂到嘴巴上以后 它会呈现一种就是 淡淡的那种粉色 我觉得会显得整个人 很有气色 而且整个人就是显得脸和牙齿都很白 而且但是颜色又不会很过 就是很日常 然后不会让别人觉得 哎你今天怎么涂了 就那粉色不是那种荧光粉 就是那种很嫩嫩的 会显得你整个人很年轻 然后很有朝气的那个感觉 然后呢就是 我这个已经快用完了 它呢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因为膏体太软了 所以说不能受热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 你把它握在手里握一段时间 它那个膏体就开始化了 然后这个我也有在爱用品里提到过 所以这个是今年我比较爱用的一款唇膏 然后这个呢就是 我每次涂它都会有人问我 你今天的唇部是用的什么色号 就是用的谁加的什么色号 真的是很好看啊 就是这个 包括我做视频也会有人问 就是如果我涂这个的话 它就是那种 就是这种西瓜红色 然后这种很水润很水润的 然后呢它涂到嘴上以后 你薄涂厚涂都会很好看 然后很日常的一个颜色 你涂到嘴上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像是固定在你嘴上了 然后你喝水啊 吃饭啊什么都不太会掉 然后喝水也不太会沾杯子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你比如说你跟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啊出去约会 老公我觉得就还好啦 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什么样子 就是像那些跟男朋友 或者是跟闺蜜出去约会 然后你喝水啊 然后那个 就是嘴唇 那个颜色沾到杯眼上 我觉得特别是你 当你沾一圈的时候 就觉得很尴尬那个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 设计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它的颜色就 又是特别特别的那种 水润 就是质地很水润 然后颜色又比较 温柔的那个颜色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款 这是我今年的超爱 那我2016年的最爱 最爱专柜版的彩妆的年度大赏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绕口 就是我2016年 年度最爱专柜版彩妆大赏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就帮我按一个赞吧 不要忘了去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